学游篇的第二章 来看原文 游子曰 其为人也 孝帝而好犯上者嫌疑 不好犯上 而好作乱者 未知有也 君子物本 本利而道生 孝帝也者 其为人之本语 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很好懂 可是也有两个争议比较大的地方 第一个地方 是第一句的断句 现在大部分的断句是 其为人也孝帝 而好犯上者嫌疑 有些经学家认为 斗号应该放在野字的后边 那这样第一句的句式和第二句才是一样的 因为这个原因呢 我们采用了后边那种断句的方式 另一个地方就是 后边的这个 其为人之本语了 从汉代的正玄开始 就认为这里的人 应该是一撇一捺的 这个人 因为前边第一句 明确的是讲 其为人也 所以正玄是这么解读 最后一句的 孝 是人所有行为的根本 这里说的就是 人所有行为的顺序 没有排在孝之前 但是到了何彦这里 最后一句就变成了 其为人之本语 所以何彦在注解这句话的时候说 显 就是少的意思 上 就是说 凡事在我地位之上的人 这句话说的是呢 孝替的人 一定具有恭敬顺从的性格 这种人 很少喜欢想着 冒犯地位比他高的人 首先能够服侍好 父亲和兄长 然后修行人道 才可以有大的成就 这两家注解就有了明显的分歧 但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 都沿用了何彦的说法 那么 黄坎的注解呢 引用了一个叫熊埋的人 说的话 这个熊埋 具体是谁 已经不可考了 熊埋是这么说的 孝地的人 总是想着 要和谐愉快 不等父母开口 就按他们的意思 把事情做好 但君主和父母 如果有日月之过 日月之过是子贡说的话 意思是君子犯了错 就好像日时和月时 那么明显 而且改好了以后呢 也不妨碍别人的景仰 并不是说有天大的过错 君子或者父母 有了这样的过错 怎么办呢 要敢于冒犯君主 或者长辈的尊严 提出意见 但是 虽然杀翻几次了 提出忠告 又怎么会喜欢这种事情 现在实际上 都没有这样的喜好 为什么还要说 嫌疑 因为 如果为了喜欢 提出建议 事后就会产生 冒犯上位者 这种惭愧的心 因为侵犯 而恶者的建议 就压抑住了 纠正辅助 君主和父辈的想法 一定要有一点 认可这种提意见的余地 其实是为了奖励 他的志向和财分 称赞他教导的意义 所以说 而好犯伤者嫌疑 孝地的人 面对没有道义的行为 直接提出意见 这种时候 就没有冒犯君主 或者父辈的意思 也一定不会出现 由于放上 而导致祸害 他在这里把放上 解释成冒犯权威 而向上提出建议 宋朝的行丙认为 从这个角度来解释 不合适 不可取 行丙的看法当然是对的 黄坎的这个解释 的确是不够严谨 但也是一个 比较有意思的角度 接下来就是很多人 都赞同的 成一的解释 孝地是顺从的道德 所以不喜欢冒犯地位 高于自己的 哪里还会做违背常理 扰乱常识的事情 道德 是有根基的 把根基建立好 那么道德就充满了 扩大 在家庭里 实行效地 然后这种仁爱 影响到其他人 这就是所谓的 从亲近自己的亲人 到对民众实行人证 所以实行人道 要把孝地作为根基 接下来这个论断重要了 说到本质 那么人 就是孝地的本质 有人问 既然说 孝地是实行人道的根本 是不是可以说 从孝地就可以 到达人道 成一的回答是 不是这样的 说实行人道 从孝地开始 就说明 孝地只是人道的一部分 可以认为 孝地是实行人道的根基 但不代表 它就是人道的本质 因为人 才是本质 孝地是应用 本质当中 只有 人 义 理 智 四样东西 不包括孝地 但是人 主张爱人 爱人这方面 没有比 爱情人更重要的 所以才会说 孝地不就是 首先人道的根基吗 成一在这里 把孝地和人的关系 讲得很清楚 中庸里面说 人者 人也 亲亲 为大 孟子 告子下里面说 亲亲 人也 在驴楼上里面又说 人之时 是亲 是也 义之时 从凶 是也 这些地方都讲到了 孝地和人的关系 但是文字太简约 没有诚意的这一段 解释得这么清楚 简单的说 人 是本质的东西 它是与生俱来的 不是从孝地产生的 既然这样 为什么说 孝地是为人之本 关键就在于这个为字 它是实行 人的根本 但不是人的来源 诸系的观点和成疑的 基本一致 尤子 是孔子的弟子 全名叫做尤若 尚于服侍父母 叫做孝 尚于服侍兄长 叫做弟 放上 就是说触犯了 地位在他之上的人 显就是少的意思 作乱 就是违背正道的判议 和争权夺利的事情 这句话是说 如果一个人能做到孝地 那就说明 他的内心呢 是平和顺从的 很少喜欢冒犯伤为者 一定不喜欢作乱 物 指的是专注的力量 本 就是根的意思 人呢 是爱人的道理 是内心的品德 为人 指的是实行人道 语这个字啊 是个疑问的语气 由子千样 而不敢自问 这是说 君子做任何事情 都要在根本上下功夫 建立好了根本 这个道 自己就生长出来了 比如上面说的孝地 就是实行人道的根本 学习人道的人 只要把精力 专注在孝地上边 人道 就从这里生长出来 明朝的王术 重新提出了 正宣的观点 最后这句 为人的人 应该是人生的人 我们都知道 明清时期 对古代文字的 考据和整理 达到了 前所未有的高度 如果这里 说的是这个人字呢 那从何彦开始 一直下来的注解 都是有问题的 包括我们之前读到的 乘以的解说 乘以解说的着重点 在于人 和为人的区别 认为孝地 是实行人道 也就是 为人的根本 为人两个字 是连起来读的 现在的杨伯俊和钱穆 都不认同这样的解释 他们返回到 汉唐时期的观点 认为 孝地 就是人的根本 欢恼用 他的这个注解 精彩结论 他是这么说的 凡是历代 注解论语的 总是把 孝地和人 截然分开 不知道人在古代 和人 是同用的 孟子就说 他就说过 人者 人也 说文解 这里边的 象形文字 人的旁边 放上一个二 就叫做人 就好像果实 中间的 那个果人 发芽的时候 分成两半一样 大致就是指一个人 生生不已的生命历程 但是 但是只是说人 不能马上看见 如果说人 本来就是 人的种子 那就在刚出生的时候 能孝 能地 这个品性 就已经存在 后来这个品性 呈现出来 一直到了成人的阶段 就完成了 他生生不息 最终成为人的过程 注意他这里的表述 用了一个非常精道的比喻 可以帮助我们 很好的理解 什么是人 在他看来 儒家的这个人 和我们平常说的 核桃人 花生人 是一样的 是一个人 与生俱来的 种子属性 孝帝这样的 种子属性 和他本身 生生不息的 生命力量 是一体的 怎么讲 所有生物都有 趋利避害的生存本能 不只是动物 很多喜阳的植物 也有相关生长的本能吧 从这个本能之上 产生的就是 对生命本身的尊重 这样的一种 对生命基本的认识和情感 是随着生物的本能 与生俱来的 这种认识和情感 就是人 这个比喻我个人觉得很精彩 接下来 他接着说 如果一个人 做不到笑地 那他的内心就已经 麻木不不仁了 那还怎么能长大成人呢 这就是说 一个人要是做不到笑地 丢掉了这种 对生命基本的认识和情感 没有认知 没有感觉了 这就是所谓的麻木 那他这个作为 种子的属性 已经坏掉了 还怎么能 长大成为一个 完整的生命呢 这就是所谓的 麻木不仁 我们平常 都是用了这个诚语 还有这么深刻的道理 后面还有好玩呢 他接着说 本利而道生 这句话是在 诗经里面的诗句 凡是道这个字 古代的书 一般都解释为道路 这个字的左边 是一个错字 表示一回走 一回停 右边是一个手字 大学的大学之道 和中庸的率性之位道 这些古语 和现在关于道的解释 是一致的 游子在这个地方呢 引用了诗经的一部分 来说明君子 必须要在根本上 集中力量 有了这个根基 才有路可走 就好像是前面说的 孝帝 这是人的生命本能 和生存逻辑 本来就有的东西 我们之所以花那么多时间 来讲这一段话 是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 理解很多的东西 论语的核心思想 就是这个人 这是什么是人呢 方便了整部论语 找不到一个明确的 直接定义 孔子他老人家很调皮 这么重要的概念 不直接说 东一郎头西一锤子 旁桥侧击 英才师教可以理解 但基本的概念 总要讲清楚吧 没有 这是中国传统经典的通病 我们不得不借助 后世大量的诸解 来尽量拼凑一张 完整的地图 看这里 就说得很清楚 这个人 跟花生人和桃人是一样的 搞懂的这个 绝对不是吹牛 整个论语 整套儒家景点 什么大学 中庸 孟子 一路下来的 成诸理学 路亡新学 到雄实力的新维师论 所有的东西 通通透透 拿着这个概念 放到你的现实生活当中 去观察 你会看得非常的清楚 我们在意的很多东西 都是皮 都是壳 或者就是一些树枝树叶 而不是蕴含了生命本正的 种子属性 为什么我们会有人不人 不是因为它的本质不好 而是它的这个种子属性 在成长的过程中 被污染了 被影响了 被带偏了 没有真正发挥出来 这个种子 孕育的生命力量 我希望大家都能 记住这个比喻 还有什么是道 就是道路 就是有路可走 就是保持这个种子属性 长大成人的历程 把这东西琢磨透了 道德经 就同一半了 综合各家注解 我们先明确第二章的 字面意思 有子说 他的为人 孝顺父母 敬爱兄长 却喜欢冒犯上级 很少这样的人 不喜欢冒犯上级 却喜欢叹力和上级争斗的 更是从来没有 君子在根基上 专注努力 打好根基 道自然就会生长出来 孝顺父母 敬爱兄长 应该就是做人的根本 既然 孝帝是做人的根本 或者按照诚意的说法 是实行道德的根本 那怎么用他来推挤 吉人 施行狼道 来看元代陈天祥 世俗变异里面的这段话 古代宋明的君王 教导民众的时候 都把孝帝放在前面 孝帝推行起来了 那么 三纲五长 自然就能落实下去 国家的风气 就整顿过来 所以这个治理的方式呢 就一直延期下来 经过 几代人 几百年的时间 都不会被破坏 不是后来的治理者 能够比得上 这就可以看到 孝帝 有很大的作用 游子的话 可以说是 得到了 用王道治理的根本 孟子说 如果每个人 都能亲近自己的父母 尊敬自己的长辈 那这个社会 就平稳安定 和这句话的意思 是一样的 这段话的意思 很明白 他认为 在实行王道的时候 第一件要做的事 就是推行 孝帝的观念 之所以我们要说 这个注解呢 是因为他是 内圣外王中 外王的部分 但是 到了现在 还能不能这么做呢 好 现在我们回到现实 对于游子的这句话 甚至对于论语 对于孔子 对于整个的 儒家思想体系 存在很大的争议 那么我们今天呢 只能把这些争议展现出来 不会试图去 解决这些争议 有哪些争议呢 那就是 当今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这个时代 如何看待和实行 效地的问题 我们有很多人觉得 道德仁义 这些东西很假 只有伪君子 才会讲的些 其实 道德仁义 都是人的真实情感 比如现在 打头的一个问题 我们如何对待自己的父母 这就是和每个人 都息息相关的 真实问题 这就是道德仁义 是我每个人 都应该去面对 应该去思考的人生课题 你要是说 想那么复杂干嘛 父母老了 我赡养他们 尽到子女的责任 这不就好了 还不够 论语里面说了 假如散养父母就够了 那你养一匹 骂一条狗 也是养 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问题听出来 就严重了 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发现 很多人只是让父母 获得温饱 就自以为做得不错了 但是平时对老人 大呼小叫 出言不逊 他们自以为做得很好 但是从旁观者的角度 未必就觉得这是真的孝顺 但是这个天道里面的丁元英 对我们两千多年以来的孝道 有相当深刻的思考 大家如果想深入研究 不妨带着这样的问题 去重温一下 还有人提出质疑 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 和孔子所处的年代 差别很大 所以肯定不能再按 三纲五常的标准来执行了 这个我赞成 现在要是按照成足理学的那一套来 那就是你古不画 各走求见 那我们今天应该怎么做 还要不要实行孝敌 应该怎么来实行孝敌 要回答这样的问题 我们就要深入到人的概念 前面说了 人就是人的种子属性 父母 养育子女 子女对父母天生 就有这种亲近 敬爱 养牧的感情 长大以后保持这种 如目之情不变 表现出来的 就是孝敌 如果不是从人 如果不是从人产生的 就只有表面的形式 失去了孝敌的精神内核 所以孔子为什么说 不敬 何以别呼 意思就是说 父母的属性有没有变化 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只要是父母养育出来的 小孩子对父母的这种 亲近 敬爱的感情 还是不变的 可能说 现在很多留守罗同啊 都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 这个话 是不错 但是父母从外地打工回来 他抱不抱 他开不开心呢 他流泪不流泪 要是没有这种反应啊 家里的大人要小心啊 这是麻木不仁啊 将来这个孩子的成长会很麻烦 所以现在 孝敌的基础 还是在的 关键是死心的时候 内心要有人 同俗地说 我们实行孝道 出于我们对父母的感情 不是因为别的东西 不是怕别人戳击人骨 不是担心兄弟姐妹有意见 不是因为法律规定了什么 应尽的义务 甚至不是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这些都是果皮 果壳 全部都剥开以后 才发现 这么做的根本原因 只因为 我们是一个人 既然是个人 就要无条件地爱父母 父母没有养育你就可以不孝了吗 也不行吧 更不是说 我现在条件好了 这个该怎样怎样 那条件不好 就不孝敬父母了吗 还有 各种各样的原因 我们就不展开了 所以 应不应该孝敌 应该 但是具体的方式 要根据 具体的条件 和时代背景来做 不能弄一个统一标准 关键在于内心里 要有这样的感情 好 这个问题呢 就说清楚了 下一个问题 孝敌 还能不能成为 我们这个社会的 道德之助 我们都知道 古代以孝至天下 今天 还可不可能 毕竟我们要来分析 论语 王道的部分 前边 陈天祥的解读也说了 要想治理天下 从推行孝敌开始 今天这个社会 还可不可能 这样来实行王道 要回答这个问题 一定要把孝敌 从当时的历史背景 中剥离出来 放到现在的这个背景 上面去分析 才是对的 这个过程 很复杂 只能说个大概 孔子生活在 重视家族关系的时代 社会是由一个一个一个的家族构成的 体上校地可以很快的稳定社会秩序 那么 现在我们这个社会 已经不是这样 由家族组成的结构 三个世纪 三十年代 林亚华先生从 人类学功能主义的角度 研究了 研究了福建 异序的皇家 认为 认为当时的宗族 就是同时具备 血缘和地缘特征的功能性团体 之后呢 大约是在上世纪 六十年代 英国的佛里德曼 根据林亚华先生的研究 总结出了 中国宗族社会的研究方式 简单说 就是 按照宗族公共财产的多少 直接划分为 A模式到Z模式 来解释千差万别的 宗族社会形态 时间过去大半个世纪 随着社会急剧的变革 我们用这个模型来观察 很多家族 从Z模式 演变成了A模式 就是 只保留了简单的 祭祖仪式 就是说 现在我们很多人 除了亲民回去祭祖 或者退休了以后 修修家族 平常和整个家族 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关联 另外一个方面 中国人学习西方文化 一百年 引进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 也引进了 崇尚个人自由的文化 在很多方面 我们强调个人的权利和义务 这就是现代社会 普遍存在的 个人主义 我们现在是保留了 一部分 家族社会的特征 又没有完全的 进入个人主义的社会 所以我们就不得不 兼顾这两种社会的 伦理道德体系 第一种 是传统中国文化的 伦理道德 这部分伦理道德的结构 是相对完善的 比如说 孝帝 他属于伦理 人 属于道德 按照西方哲学的观点 伦理先于道德 道德 高于伦理 这个和前边 我们了解的 诚疑 和貌拥的观点 是一致的 实行这部分 伦理道德的时候 我们用来提升 个人修养 当然没有问题 因为前面说 作为个人的人 没有变化 但是在 推击及人的时候 要研究 还有没有相应的 社会基础 比如国内的某个公司 推行家文化 西方用过去 家族社会的伦理道德 来维持一个 现代组织的 运营秩序 有没有这样的基础 需要认真研究 第二种 要兼顾 个人主义的 伦理道德 个人主义 以契约 伦理 为核心 存在很大的 道德风险 这是因为 契约伦理 是建立在 理性的基础上 缺乏道德精神的内核 康德最早 发现了这个问题 所以在他的 实践理性批判 和道德行为上学基础 里边 特别强调了 道德的阴然性 但后续黑格要进一步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这些都是哲学领域的研究 我们不是搞学术了 就不深入了 总之 我们要兼顾 个人社会的 伦理道德 比如说 提倡契约精神 尊重 每个人的切身利益 和情感表达 充分肯定 个人的价值 和意义 鼓励 自立 自强 等等 但是呢 也要注意 防范个人社会伦理的 无德化 把主持变成了 人人自私 眼睛里只有 个人利益的社会 那就走向了 他的反面 所以我们今天 看《论语》 字面上 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把他的内容 是非常丰富的 一直到了今天 在我们的这个时代 如何来看待孝帝 还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我们先搞清楚 他对于个人修养的意义 是没有问题的 但这只是 内生的部分 再讨论他的社会作用 就是外网的部分 那就 不得不把它放在 两种不同的社会背景下 从伦理 和道德的角度 做深入的展开 不是希望 平息到所有的争议 只是希望 当社会上 出现一些现象的时候 能给大家提供一些 分析和研究的思路 孝帝 在儒家的体系里面 是很重要的基础 但我们 除了讨论他本身 还应该扩展到 整个传统的 伦理道德 和各个人类 社会发展的阶段 来引发 整个中国传统文化 如何应用到 当今实践的思考 这也是我们 一直努力的方向 好了 学而第二章 我们就先讲这么多 下期再见